沈氏怎么自认是杀害雪塘的凶手 如风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当场认罪画押 难道还会有假 曹文斌 一定是曹文斌的轨迹 书工们 我求求你们 救救大嫂吧 这 如风啊 如果沈氏没有认罪 那么族人出面 说不定还会有一线希望 但是 他已经 算了吧 万般都是命 降不过的 你 以后好好照顾秀山 教他读书做人 等日后若是有大出息 再替沈氏深渊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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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嫂子 大嫂在牢里 给了我一本计法的册子 书方 你要记住 所谓复原双面刻计法 并不是完全的照搬 而是要用你对美的领悟 融合送原名的计法 有了好的计法 才能出好的作品 一旦所有的计法 在你手中融会贯通 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 到时候你就不用思考 手就会帮你做出选择 这就叫计法自然 我记住了 大奶奶 您干吗跟我说这些啊 他跟我说 如果他出事的话 就让我们把计法公布出去 让苏多的十万知乎 都传承下去 怎么回事 大人 小的已经近你了 下去吧 大人 要么再换一批试试 不用了 这已经是第八批了 都是苏州城有名的职工 连换八批都支不出 清月房的双面刻 这沈翠席果然是有一套 不用再看了 册子是假的 大人 任夫人 敲见 今日禁忌 当以此杏花图为首 众位意下如何 喝了 师妹 上次的事 你看看这个 是不是你梦寐以求的东西 不会是沈翠席的 克思技法吧 没错 我用它 来换沈翠席一条命 这个买卖 公平合理吧